风静暗还在等16的都别等了 因为iPhone16有这三大致命缺点 而且每一个都能彻底了断你想入手16的念头 首先第一点就是外观设计 回归了数项排列新增的侧面拍照按键 虽然抓牌和变焦却是方便的许多 但是边框一下子塞下了五个按键 看起来略有臃肿 甚至感觉失去了iPhone原有的简洁设计 第二就是刷新率 虽然说发布会上并没有说明标准版是否有高刷 但大家都已经心照不宣了 依然是没有的 关键三个月后都已经2025年了 你还看看还有哪款手机用的是低刷的 连安卓的百元机都不敢这么搞 第三就是内存规格太奇葩了 16 16plus 16pro都是128G起步 只有16pm是256G起步 关键16的起售价不变5999 256G就得去到6999 这个预算还不如看看老款的pro 或者是新款的鸿蒙next旗舰 毕竟今年的新款的Mate 70升级也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你选择是老款的pro系列 那么像卡贴15pm 256G 亮机在咱们家报价是54张 1TB的顶配版本也还不过64张 而且在预算不多的情况下 4000多带导带高刷 还是旗舰三射的14pm 128G 依然是不错的选择